大家好 很厲害 歡迎回到第56屆電視 金鐘 回家 恭喜你們 謝謝 你們請 加油 加油 又有一組大來賓 要點亮星光紅壇 金鐘五六 怎麼可以少了五五六六 台灣踢團 孫協志 許孟哲 彭曉冬 他們出道多年 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現 孫協志和許孟哲 乘在第五十三節金鐘獎 以飢餓遊戲得到了 一支即時進節目主持人獎的入圍肯定 小刀哥呢 敬請開始參與了我們的全明星運動會 這一次也就為了兩項大獎 今天一頒獎嘉賓出席的他們 相信為典禮帶來有一波高潮啊 歡迎五五六六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先來問一下協志哥 最近跟孟哲哥都有參與一些戲劇的客串等等 有沒有機會近期看到一些比較長的劇 或者是氣氛比較重的角色呢 最近 最近這幾年大概真的都是客串劇多 不過我覺得如果要演長劇的話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個人還是希望有好的劇本 跟適合的角色是比較重要 有機會的話一定嘗試 慢慢等啦 也不要說爛魚充數的狀況之下 一定要好好挑一下劇本 對 那孟哲哥呢 這次也有出演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 結果你的第一集就領便當了 第二季有沒有可能 用任何的方式回歸 之前是有跟製作人在討論第二季的時候 看一下要怎麼樣回歸 然後也希望用比較特別的橋段 雖然讓大家看到我在第二季的演出 那第一季雖然在第一集就領便當了 可是其實我的聲音還是一直陪伴大家到最後 對 沒錯 最後問一下刀哥 小刀哥 好久不見囉 上話 全明星運動會 你沒有中途退賽 你完賽 還拿到我們的精神總景標 是什麼支撐你到最後 最主要就是我的隊友 我的隊友給我的鼓勵跟支持 這個是最重要的動力 然後其實在網路上的這些粉絲啊 的留言 對我們來講也非常重要 你放心 我今天絕對不會問你 比較愛全明星還是5566 我們待會見 非常謝謝5566 我們裡面請 謝謝 我們看這邊齁 非常開心可以見到三位 已經睽違金鐘來走這個紅毯 今天的感受上怎麼樣呢 感受當然是非常開心啊 因為這就是台灣電視圈的盛世嘛 那不論是怎麼樣一個身份來參與 我覺得都是非常榮幸跟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孟哲呢 其實也很期待 因為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之前大概是52、53屆的時候 也有來參加金鐘獎 然後那個時候就已經很多人講說 等到56屆的時候 一定要再邀請5566來 但今天我們真的來了 真的做到了 那小刀呢 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能夠再來金鐘 其實我是非常開心 然後因為自己參與的全明星運動會 今年也有入圍嘛 所以能夠來這個現場 希望能夠看到他們得獎 好的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 歡迎你們來參加 今天的金鐘紅毯能夠順利進行呢 再一次要感謝的是 Lexus李車 武洲製藥 查理王 瑞穗鮮乳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麥當勞 中華電信5G Oneboy 清風衣還有一家人 美髮沙龍 對金鐘五六的支持 當然也要特別感謝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當然今天晚上的紅毯呢 最大的看點之一就是上華了 第一次主持 有沒有什麼興奮的心情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次真的是看到了很多的得獎者 也因為做了這個主持人 做了好多的功課 認識了許多非常優質的台句 希望今天你們看了紅毯以後 聽過了我們的介紹 也能夠深入的去了解這些優質的戲劇 還有優質的節目囉 但是要非常的精彩好看 所以呢大家千萬不能夠轉台 還有呢網路平台繼續刷起來 因為今天的高潮疊情一波接一波 我們一定要繼續看到底 好現場我們一起倒數三二一 一...